大家好 歡迎收看野外老J 今集我會和隊員B 大監製 帶大家去被譽為香港舊大石艦之首的大城石艦 前往大城石艦我們可以在荃灣少和街乘坐82號小巴 去到城門水塘菠蘿巴總站下車 下車之後我們會沿著小巴站旁邊的樓梯 沿路會經波羅巴自然教育徑城門臨道8000層路段 6號交遊場地再到達大城石艦的入口 今次行程以菲魯麥做終點站 之後我們會沿著虎中徑城門臨道再接返波羅巴結束今次的旅程 今次行程大約7.8公里 需時7個小時 前面有隻猴子在 牠這樣坐在這裡很過癮 像收你的保護費一樣 想收買路前 真的不知道 想收我們的保護費? 沒那麼多錢 然後我們轉右手邊 我們經過這個8000層路段之後 再經過6號交遊場地 就會到達大城石艦的入口位 這裡走去大約10至15分鐘 就算了 就算了 他們現在 後面沒有他條路 一直走 有空來這裡打個卡都不錯 這裡是打卡熱點 今天天氣都不錯 沒有了 又不會太曬 我們就繼續 一路向前走 去到6號交遊場地之後 再到入間位 才告訴大家 這裏 拍一拍這裏 這麼漂亮的風景 這些不可以了 這麼多垃圾 記住行山人士 自己一路走 自己帶走 不要太好手味 其實這裏 環境都不錯 好了 這麼快 我們前面 就去到這個 6號交遊場地 即使我們今次入大城石艦的入口 入間位 通常這裏有兩個 一個就在 下面灰橋的位置入 另外那個入間位 就在廁所旁邊 後面有條路 那裏入間就比較好一點 沒有在灰橋入間的那麼厲害 讓大家看清楚 那裏入間位 這裏是廁所 我們一路向著廁所的這邊 向前走 這邊入間會比較好一點 相信我們走多一會兒 就會到大城石艦的入間位 我們今天 由入間位到到肥老蜜 大約的路程是2公里左右 攀升250米 我們今天的行程 就到肥老蜜之後 做終點站 現在右手邊 我們就沿著這條路 一路入間 我們就沿著這條小路 一路入間 來到這個位置 都聽到有些流水聲 希望今天 希望今天的環境會好一點 沒有像我們早幾天在馬大石間一樣 那麼多人 好 到這個位置 前面有夠 很大的石 這裏就是 大城石間的入口位 我們到入口位 然後轉左手邊 開始繼續出發 看 看 剛才已經跳過下水 浸腳 今天真是不錯 你看 沿路也沒有太多人 今天真是不錯 這些才是 玩間的日子 看看自己的身份 涼不涼呢 相信水很涼嗎 嘩 嘩 你看 嘩 很適合 對完B 嘩 這個降溫10度 好像我們 不上濕腳 這邊 左手邊有一條路 可以讓你上來 但如果你們不介意濕腳 其實 沿路逛間上都可以 好涼啊 好涼啊 對完B就選擇 濕腳的 看看大監製選不選擇 濕腳的 好涼啊 好涼啊 濕了 好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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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的環境很漂亮 剛剛有兩條水柱 落到水潭位 很可惜我怕 而且我一定 除了是走下去的 上面有一群 阿叔叔 正在玩 旁邊也有一些 交流運輸在 你們兩個是忍不住我的 我現在不會下水 我會等多一會才下水 阿露姬 今天的裝備不充足 所以去下水有問題 沒辦法 今天要拍攝給你們看 那 是差一點 不過放心 我稍後會脫鞋 下水 你騙人 你現在是應騙大監製 你根本就是準備不足 夠不夠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我們就 繼續 出發了 好 好 我們原武 都被這麼漂亮的水流吸引到我們 你看 今天的環境相當之好 我們走多一會 發現前面有一個短步 哇 這些都很漂亮 我相信 隊員B和大監製 待會會在這個位置 逗留一段時間 哇 這個短步的位置真是一流 你看大監製 在這裏 在這裏 再喝水 我不管太多了 我還未浸過水 那我現在下去降溫 大家 去這些 金色水流的地方 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水流 都會很大力推回 你們的角落 所以大家 如果真的要玩水 都要留意一下 我不管了 我先浸一浸水 怎樣 你覺得 舒不舒服 我用我的身軀 擋住水流 真的要用我的身軀 擋住水流 是 你看 真的 很舒服 又是 大自然的 我們來到這個 大阪的日本 私人工去 沒錯 好像現在我們這樣的環境 你看 多清優多清整 人都沒有一個 這個就不是私人工去 就是很大水 如果你們要在這裏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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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不要管 我 我就讓我們先走 走 不走 不要理會 我們在這個水潭 玩了一陣子的水後 我們就繼續出發 但沿途也有很多水潭位吸引着你 你看这里又有一步,上面那个步也是 好美啊 我们走左手边,左手边有路上 好,我们继续向肥老麦进发 话说我们都未到農泉谷 都已经和队员B大监制 我们玩了整个小时 现在已经2点半了 我们继续加水过去 我继续向肥老麦进发 但我要小心一点,因为这里有很多青苔位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线低 就像刚才那样,慢慢游过去 大监制也是 前面,我再拍一拍一下,这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给大家看 就像一个独步位 水流打进石头 水柱就很漂亮 那他们两个呢 现在呢 刚刚踩路 又下水了 那我今天就遇到湿脚了 那他们继续渔水路进发 那我继续走回我的陆路 看 他们走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留意一下 尤其是他们现在 建这些呢 石头呢 最烧的 嘩,上面又是水很吸引 嘩,這裡有個很漂亮的位置 你們可以在這裡表讓一下,不錯不錯 這裡有三條水柱 真的不錯,這個環境 大監製,每次都是這樣的 隊員B弄了一個小塔 我相信他剛才想走過去,很軟 看是軟不軟,不軟 喂喂喂,衝走啊 喂喂喂 哈哈,不要衝走啊 哈哈哈哈 這個防腿袋,發生了一些突發 現在發生了一些突發的事 大家看到那個防水袋衝走了 隊員B現在幫他拿回 相信如果他再不截著袋 會衝進去剛才的下游 好了,我們等到大監製,繼續出發 說說他剛才呢 那個背包呢 差點被流水沖走了 幸好隊員B切得切的 所以大家 玩間的朋友都要記住 不要把袋子放在水流這麼急的地方 很容易被流水沖走 好,我們專心繼續上龍泉谷 都差不多到了 其實 好了,我們在下面慢慢玩玩玩玩 玩了差不多2個小時 終於上到龍泉谷這個位了 才會喝下去 在這裡浸一下水,先散一下熱,先降溫 難得龍泉谷這個位置沒什麼人,我都下來浸一下水 很涼爽 今天這裡的環境真的不錯 一個人都沒有,又只有我們幾座 好涼爽的水 我再拍一拍龍泉谷的環境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裡也挺漂亮的 前面有一棵這麼高的竹樹 加上這裡更好聽的流水聲 玩了15分鐘 我們繼續向著肥佬麥出發 因為不能玩太久 因為我們還有杜鵑譚和工業譚味道 他們倆繼續沿水路前進 我不要管他們,我走右邊 這條路也有條路 我走這邊過去 不過走這邊也是,要小心點 你看看這些位置 石頭斜的 說這麼快 我們又來到一個瀑布位 我相信他們兩個 應該抵受不了誘惑 又會衝下去這個位置玩 大家小心點 你看看這些石頭的瀑布 是這裡的石頭很滑 你們也抵受不了這個這麼漂亮的瀑布 應該要走過去衝一衝身 我猜 又再次來個大自然的SPA 嘩 我想這些水流會比上次更厲害 我想打到新道的話 都挺厲害的 你看看它 好像縮行了一個人 頂著水 很專心 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原始森林 整個熱帶雨林 我們一會兒應該都會在這一邊上 因為這邊全部都是那些瀑布位來的 這裡上去的時候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上面有條絲帶在這裡 剛才我們就在大監製那個位置 很輕易這樣就在這裡上來了 但是說輕易也 留意一下 上來的時候的青苔 因為它有腳位手位的 其實都OK的 我們繼續向著肥魯麥方向進發 好了 我們走到這個這麼漂亮的補位 流水源源不絕在下面 在上面沖下來 我們終於到了杜鵑潭 只有在這裡一個人都沒有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4點兩 我們繼續調趕路 上去肥魯麥 你看上面兩條大水池的水流 一直流流流流流 流到下面來這個地鵑潭 你看很漂亮 那不要管了 我先去拍一張照片 這裡真的很漂亮 前面這塊就是小鳥石 這裡又是一個很漂亮的打岔位 大家正在走過去 先走過去拍一張照片 我們繼續走 讓大家看看 這樣給大家看看 右手邊這條 就是杜鵑石鵑 我們就向左手邊這條 繼續上肥魯麥 你看看 這個杜鵑石鵑的服 幾位高啊 流下來真的幾漂亮 現在拍一條這麼降麗的服部 給大家看看 杜鵑石鵑 一條龍 水流不停在上面流下來 這裡很漂亮 前面應該到最後一個局部了 工業棚 應該在前面 那我們來到大城石鵑最後一個棚了 工業棚 那就是工業棚 然後是工業棚 振り鵑鐵 現在 Yes, 工業棚 说拜拜了 我们从这里继续向秘鲁墨出发 源源不绝的瀑布就是这些了 这里已经是第四个瀑布了 我都走去前面拍一拍 你看 真是九大石间之首 真是零石不均一点 每个位都这么多 大监制就说 你们过来这边的时候 就沿着这棵树过 记住这些边位大家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这里有棵树大家可以供应 看着它 这些位置就有满手位 但是大家都要躺在楼上 但是始终地下就太闪了 哇 真的不是开玩笑 闲间超好我们 真的有很多体力 三星的渐渐 好幸好没有选择 因为青苔实在太闪了 你穿什么鞋都没用 好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终点站 肥老麦 就在这里 其实肥老麦是什么 其实只是一块尺头 上面写着 终粟 终子 一块肥老麦 有一个足够的意思 我们最难的路段已经走完了 我们在肥老麦的 左边有条路 現在沿著這條山路 一直下菠蘿蔔就可以了 經過肥魯麥之後 我們會沿著虎中徑城門林道 再接反菠蘿蔔結束這次的行程 現在沿著這個位置 我們就逃出結界了 收回信號 走大城石間 手機是沒有信號的 大家記住用這個離線地圖 我們在肥魯麥 走出來菠蘿蔔這個位置 停一場這個位置 就用了一個小時三個字 現在我們就去吃東西了 因為今天大家很累 今天就先拍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繼續支持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有空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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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